我想我們今天的主標 你以為你以為就你以為了嗎 我想要建構第二句話就是 為什麼我們總是相信自己是對的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總是覺得自己是對的 我想請問一下 像禮拜中秋節 有很多人早上去烤肉 不過這是中秋節沒有連續假期 所以你想要出去玩也很難 然後我們就必須隔天 禮拜一上課 禮拜就放中秋節 禮拜他又要回來上課 但是因為我想問一個問題 月球為什麼會發亮 月球為什麼會發亮呢 我想請問這位同學 他一定給我很棒的韓二號 請問月球為什麼會發亮 反射太陽光 那如果等一下你站在超上 反射太陽光一眼會發亮嗎 對 是嗎 月球發亮是反射太陽光 那如果一個人站在那邊 太陽下面反射就會發亮 他就會很亮 是這樣的意思嗎 三十號 月球為什麼會發亮 不知道 以前地球科學 你們活動地球科學嗎 你有沒有學過 那剛剛為什麼 蛤 對不起 好 那我問你 早期太陽有幾個 十個 十個對不對 為什麼現在只剩一個 因為後裔嘛 他去射這些太陽 射中幾個 九個 為什麼不再射中一個 因為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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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掉了 不行 不行 好 最後一位好了 24號 請問月球為什麼會發亮 因為他夠大了 蛤 因為怎樣 因為他夠大了 因為他夠大了 什麼 他夠大了 對不起 因為他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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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會亮 那你夠大你也會亮 這個邏輯 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跟你講 正確答案好不好 為什麼月球會發亮 理由很簡單 我們來透過這個影片 你就會知道 真正的原因 千萬不要再相信 課本寫的老師教的 什麼課本寫的 老師說什麼就相信什麼 老師說什麼就相信什麼 好不好 來看看這影片 怎麼夠大了 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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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ığını 哪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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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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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候呢 你有沒有發現爸爸在那種 用手去弄一下鼻子 然後小男孩跟著弄一下鼻子 然後爺爺呢用手去掏角 說爸爸那個小男孩真的掏下去 很多的學習都是從模仿開始的 很多學習都是從模仿開始的 於是呢這個終於月球來的時候 來的時候呢 因為小男孩上了月球的時候呢 爸爸跟爺爺上去了 上去了接下來要看一下掃地的時候 記得爸爸拿什麼 拿刷子 爺爺拿掃寶 然後呢小男孩拿到那個耙子 這時候爸爸有遇見 怎麼可以拿這個刷子去掏呢 他就用這個刷子刷 於是爸爸跟爺爺又在爭吵了 在爭吵的同時 小男孩發現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為什麼他們那麼愛吵 為什麼他們那麼愛吵呢 為什麼他們堅持要 貌勢太高 為什麼他們堅持要一定要 接掃去的方式 其實理由很難 因為他的主觀意識 他的認定裡面 就會這樣子產生出來 所以他的主觀意識 所判斷的事情 事情 那他主觀意識從 因為爸爸的鬍子很像那個刷子 所以他就覺得 爸爸的鬍子很像 爺爺的鬍子很像那個少爺 所以他的主觀意識 才會教我怎麼做 好啦 那在這場的同時 小男孩終於了解他們 那種愛吵 他們沒辦法吵了 彼此的溝通 沒辦法吵了 彼此的溝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然後那於是呢 在一個大行星出現的時候 他又在吵中間 那個大行星 小男孩呢 就決定了一件事情 到工具間 來去拿那個 然後再爬上去 爬上去的同時呢 他還做了一個動作 有沒有注意到 有做一個動作 細微調動 為什麼他把帽子翻戴 誰說帽子一定要戴正 誰說帽子要戴高 或戴低 帽子能不能翻戴 我會想到我兒子 有一次呢 在放學的時候 怎麼樣都等不到我兒子 突然之前有一小男孩 站在我旁邊 然後這小男孩長得很奇怪 我想說 這個人告訴我 可以去站在我旁邊 再仔細一看 不要讓他是我兒子 他竟然自己把帽子翻戴了 然後翻戴到我 也不認得 他是誰喔 這就是 我誰問 其實那帽子 我當時很想跟他說 欸 帽子不能這樣戴 或者突然想到這部影片 就馬上制止我的嘴巴 講這句話 因為我覺得本來 就是他有他的想法 他有他的 他的裝扮 OK 好 我們現在這個小男孩 上了 月球上 上了一個大星音 輕輕一瞧 整個影片的最後三分之一 關鍵點 當然輕輕一瞧 大星音睡覺的時候 也就是打破城堅 這個城堅也包含了 偏見與謬誤 當他打破這些所有城堅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爸爸的眼睛 跟爺爺已經終於在這部影片出現了 前面都沒看到他們的眼睛 也是因為他們終於眼睛 亮眼睛出現的時候 所以能夠看見對方 彼此尊重 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會有自己主觀意識 但是重點是 我能不能看見對方 而彼此互相尊重 才是整個 整個事情的關鍵點 於是呢 這個他們就什麼樣 自己各自決定 你要用什麼方式去刷 所以爸爸還是用他的刷子 也用他的哨法 小男孩用他就好了 所以很一樣 還是可以把這一個 炒得乾乾淨一點 我想這部影片 最大的提醒我們 就是要怎麼看見對方 彼此尊重